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開頭是上週的影片推薦 大家在買Switch遊戲的時候 如果是有預購的狀況 有沒有常常拿到一些免費的特點呢? 上禮拜我分享了一部影片 跟大家聊了一下我拿過的所有特點 另外上禮拜任天堂的直面會終於來了 我有分享了兩部相關影片 一部是完整的直面會內容 並且記錄了我第一時間看到的反應 另外一部是整理過後 分享比較有興趣的資訊跟遊戲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喔 那因為直面會大部分的遊戲 我在上次的影片中有聊過了 所以今天的亂報 只會跟大家分享剩下沒有聊過的資訊 另外因為本週的新聞比較多 所以新聞的內容會快速帶過 那接下來就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任天堂的試玩同樂會又來了 只要你是有買線上會員的玩家 都可以在2月19號到2月25號這段時間內 下載瑪莉歐網球王牌高手來玩 遊戲本身有支援單人模式 也可以線上單打或是雙打PK 還沒有玩過的玩家可以下載來試看看 第二則新聞 多人合作很鬧的派對遊戲 胡鬧搬家要推出新的DLC了 預計將於2月25日推出天堂搬運工 這次的DLC內容主要包含了新的關卡 角色等等 內容看起來是相當的豐富 對於已經破完的玩家來說 就又有新的關卡可以繼續挑戰了 不過我不太確定是免費更新還是付費DLC 有想要的人到時候可以關注一下 第三則新聞 風雨來季4公開了新的消息 這款遊戲是一款騎著摩托車 在日本旅遊的遊戲 遊戲中的畫面使用的是真實的照片呈現 讓玩家在家裡也可以看見日本的風景 這次的遊戲地點是在岐戶縣 感覺真的是一款很特別的遊戲 之後我會多關注一下 第四則新聞 飲料店、日日裝茶跟牧場物語合作了 最近只要有買他們的飲料 就會拿到特別設計的杯子 不過有些飲料好像是塑膠杯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我的會員群組就有些人買了 在那邊拍照炫耀啊 好啊我這裡就沒有啊 第五則新聞 在這任天堂的直面會當中 魔物獵人有公開了新的情報 包含了一些新的魔物 百龍夜行的資訊等等 魔物出現的部分啊 過去一些的老魔物都有回歸 看到金獅子啊 我就真的又多懂了一下 2G的記憶啊 彷彿就在昨天 另外百龍夜行那種 大量魔物出現的玩法 看起來也是真的很特別 很期待到時候的遊戲體驗 除此之外啊 目前也確定護石系統會延續使用 所以這個版本 該不會要同時刷護石跟花姐吧 看來也有魔物要受苦受難了呢 另外魔物預計於3月8號跟9號 會有線上的直播 到時候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消息喔 第六則新聞 World's End Club 預計將於5月27號登入Switch平台 這款遊戲是一款2D橫向的動作冒險遊戲 是多結局的遊戲類型 會根據玩家的選擇而有所變化 看來是一款可以期待劇情的遊戲呢 第七則新聞 植物大戰殭屍 和睦小鎮保衛戰 預計將於3月19號登入Switch平台 這款遊戲不是當初的植物大戰殭屍 那種異質玩法 而是可以多人對戰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分成植物隊跟殭屍隊 兩邊都會有不同能力的角色 大家要根據狀況來選擇並獲得勝利 感覺確實也是蠻有趣的 之後我會先用我的XBOX體驗一下 第八則新聞 Famicon 偵探俱樂部 預計將於5月24日推出 遊戲本身是1988年的老遊戲重製 這款遊戲是一款偵探冒險遊戲 我們要不斷的調查來找出真相 這一次推出了兩款作品 消失的繼承人跟站在身後的少女 喜歡這種偵探類遊戲的玩家 到時候可以考慮買下來玩了 第九則新聞 聖劍傳說Legend of Mana 預計將於6月24日推出HD移植版 這款遊戲對當年有玩過的玩家來說 應該會有滿滿的回憶 我就聽到有幾個玩過的玩家表示很興奮 這次的移植除了HD化之外 還有新編輯的音樂 可以開關會不會遇到敵人 播放原版背景音樂 自動存檔 新的小遊戲等等 都讓這款遊戲在現代的接受度變得更高 分享給有興趣的玩家 第十則新聞 忍者外傳三款遊戲的合集 忍者外傳大師合集 預計將於6月10日推出 忍者外傳是一款動作類的遊戲 遊戲的戰鬥玩起來相當的流暢 但也有一定的難度喔 如果是喜歡動作類遊戲的玩家 這款合集作品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第十一則新聞 胡鬧廚房全都好吃 預計將於3月23日推出Switch版本 這款遊戲是主過頭的系列作品 我還是習慣用這個名稱來稱呼它啦 這款遊戲有支援跨平台遊玩 另外有更多的關卡廚師等等 都可以讓玩家挑戰 除此之外 這次有新增了輔助模式的功能 讓玩家可以更輕鬆的玩遊戲 大家一樣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看看喔 第十二則新聞 職棒野球魂2021大滿貫 預計將於今年夏天推出 這款遊戲是一款日本職棒遊戲 搭載的是2021年的最新的球員資料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台灣選手在日本職棒的話 也會有機會出現在這款遊戲當中 這款遊戲也有支援線上同樂 不過目前沒有看到有支援中文 之後要再關注後續的消息 第十三則新聞 Switch又有一款免費遊戲推出了 鎖羅門計劃 遊戲的玩法看起來是四打四的回合制戰鬥 主要還是在培養自己的怪物這個部分 所以我在想應該會有抽卡的要素 另外這款遊戲似乎也沒有支援中文 這樣的話我玩的意願就不會太高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第十四則新聞 第一人稱動作遊戲 None White預計將於今年冬天推出 遊戲的節奏看起來真的很快 必須要在短時間內做出反應 快到我都以為這是音樂節奏遊戲了啦 但是因為是第一人稱的緣故啊 有3D運的玩家要特別注意 第十五則新聞 雙人合作遊戲 關鍵奇異鳥 預計將於今年夏天推出 這款遊戲就是扮演奇異鳥 在郵局裡面要想辦法完成任務 合作類的遊戲通常玩到後來都會有點變成友情破壞 很好奇這款遊戲的實際體驗 第十六則新聞 SEGA預計將於2月26日到2月27日兩天 推出SEGA TV 2021 in Taipei的直播活動 會有一些遊戲的介紹以及開發者線上說明 大家有興趣的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第十七則新聞 經典回歸魔界村 這次有了新的情報 將會有輔助角色的出現來幫助玩家 三仙爺 它除了可以幫助玩家之外 另外也可以變成雙人遊戲的要素 這個設計感覺是真的很不錯 這樣我應該不至於卡關卡的太誇張了啦 看來這款遊戲真的可以直播玩一下了 第十八則新聞 暗黑破壞神2 御火重生 預計將於今年登入Switch平台 這款遊戲是當初暗黑2的高畫質版本 這次推出將會支援資料共通的功能 也就是電腦的記錄跟Switch的記錄是同步的 暗黑之前我只有玩過3而已 這次有2我應該會買下來玩看看 第十九則新聞 DC漫畫改編的遊戲 DC超級英雄少女 預計將於6月4號登入Switch平台 這款遊戲是動作類的遊戲 劇情上是隱藏在校園中的超級英雄 這款遊戲的畫面是美式風格的啦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看看喔 最後一則新聞 任天堂線上會員的免費紅白機跟超任也有更新了 有些名稱不太好翻譯啦 所以我就放原文在畫面上給大家看 大家有興趣的最近可以去更新下載來玩一下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其實還有漏掉一些新聞沒有講 但是真的有點太多了 我就選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來分享了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明通公布2月8號到2月14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Switch平台 保可夢劍盾賣出8324份 第九名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賣出1087份 第八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10139份 第七名PS4平台 小小夢魘2賣出11163份 第六名Switch平台 瑪莉歐賽車8豪華版賣出15761份 第五名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生有惠賣出16379份 第四名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賣出24261份 第三名Switch平台 小小夢魘2賣出24470份 第二名Switch平台 淘汰糧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也是基本款 賣出46638份 第一名Switch平台 超級瑪莉歐3D世界加狂怒世界 賣出25萬018份 以上就是2月8號到2月14號的遊戲銷售排行 瑪莉歐3D世界首周直接賣破25萬份 作為一款移植遊戲來說 非常非常的厲害 也終於讓淘汰糧電鐵離開第一名的位置了 小小夢魘2也有不錯的銷售表現 預計明天我會分享對3D世界的心得 到時候會有一片遊戲片抽獎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來看看喔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日本任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2月23號 痞子英雄 泰索斯遺跡 俯視動作冒險類 支援中文 2月25號 罪惡帝國 角色扮演與模擬類 支援中文 小魔女卡腿重開機版 膽姆射擊類 支援中文 人機 Rick's Oration 文字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人機 Steam Prince 恋愛冒險類 支援中文 前進天空塔 動作冒險類 支援中文 牧場物語 橄欖陣與希望的大地 我罵他 觀眾罵我類 有中文但日本eShop不支援中文 慶祝暴力 俯視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經典回歸魔戒村 被說服了會直播類支援中文 克魯卡時間的旅行者 冒險類支援中文 穿越時空的飛行之旅 飛行冒險類吧 不支援中文 偵探 珍妮樂克萊 偵探類支援中文 同系列兩款遊戲不會翻譯 彈幕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太空船員 太空生存類支援中文 索羅門計畫 回合對戰類 不支援中文 惡魔獵手 真相揭秘 解謎類 不支援中文 對戰 semanas 真相援 從偶像 elaven 跟本家ää 一 ville 岳後 不支援中文 地獄尖兵 動作類 支援中文 法律地牢 解謎推理類 支援中文 不支援中文 歌之王子Sooch首次亮相 冒險類吧 不支援中文 金輝煉曲四重咒 戀愛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勇氣墨士錄2 RPG類 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週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這週新聞多,遊戲也多 下週我預計會買的遊戲 就是牧場物語跟魔界村了 之後都會找時間陸續直播 各位下週有預計要買哪些遊戲嗎?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一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